赵长河压着那一叉的连衣,低头也喝莲子羹, 师父,我是不败的,怎么我记得以前你也好像也比较回避这事, 怎么现在无所谓了吗? 武学和琴棋书画不一样,唐婉庄低声道, 武学的话,我收你为徒,未免见月,也没有资格, 但琴棋书画倒是无碍,你又是为何不愿? 本来叫唐不器大侄子,忽然和他同辈分了,我不爽。 见唐婉庄忽然瞪大的眼睛,照长河猛地醒悟,忙不救, 不是,我本来就是占口头便宜,不是要做他的姑父, 拜师之后连口头便宜都没了,我还比他小,要叫他哥,我,哎呀。 抱琴偏过了脑袋,这不小孩子吗?比抱琴还幼稚。 照长河被抱琴怪异的目光看得老脸发红,尴尬道, 我说手作大人,你一切出发点都是我是皇子, 现在越来越不掩饰,但你发现我真不是的时候,会是什么心情? 唐婉庄笑笑,那有什么要紧,我只不过不想看一个江湖后辈越走越急躁, 不我的后尘,何况你对唐家有恩,我帮扶一把,有何不可? 你的后尘,那不就意味着琴棋书画其实没啥用,急着突破该伤费精还是伤费精? 但你有没有想过,若非如此,我伤的就不仅是费精了? 嗯,唐婉庄神色有了些许怅然,或许琴棋书画确实没有什么用, 但我已经说了,他不过是让你心静下来,不再如此浮躁, 要么你去念佛经,也是个方法。 那还是学琴棋书画吧,照常和犹豫片刻, 一时半会竟不知道这样的话自己应该称呼他什么。 真是奇怪,月红灵比自己小两个月脱口而出的月姐姐毫无心理障碍。 唐婉庄大了足足八岁,可这一生本应该很自然的姐姐就根本喊不出口, 不知道为什么。 或许是因为和她的交集总有一种公事公办的味儿, 至今谈不上个人私意,就连交琴棋书画,在她眼中也是公事。 说是说为了江湖后辈唐家安人,谁都知道这是借口,她只是在培养心中的皇子。 照常和至今对大厦毫无半点归属感,甚至因为一路的见闻,还颇为反感。 她不知道如果将来自己选择的是推翻这个国家,那时唐婉庄会是什么心情? 大家其实从来不是一路人,与月红铃相知携手的意味完全不同。 也或许是因为,看她脸色苍白随时风吹就到的模样, 总能让人忘记这是一位很强大的舞者,心中的怜惜之意反倒比尊敬更浓, 觉得她才是该被照顾的妹妹才对。 这种感觉非常复杂且矛盾。 唐婉庄美目凝住她半晌,似是猜到了她在想些什么, 却并不去问,转头对抱琴道,把琴给我。 抱琴微微一礼,把琴放在唐婉庄面前的暗台。 唐婉庄轻抚琴弦,低声道,都说婉庄单惊结虑,思绪分杂,不利于道。 可公子心中纷乱,竟似比婉庄思绿更多,非修行之道也。 聊一词曲,请君尽心。 一缕琴音悠悠响起,轻柔,舒缓。 就像这燥热的午后,微风徐来,浮过水池,送来芳香。 似有蜻蜓在水中点过,悄然离开,留下一点涟漪微样, 渐渐扩散,让开,在周遭的虫折缠鸣声中很有韵律的一荡一荡。 连夜倾斜,一颗水珠慢慢地慢慢地掉落,落在水中,一声滴答。 于是静力之中活泼了起来,视野拉伸,清爽的水溢溅在脸上, 上方的绿荫燃染,遮住了炽热的炎阳。 美丽的女子站在藤若之下奄然浅笑,远处小丫头咯咯笑着,一路跑着去捉那只蜻蜓。 便看见天高气爽,白云悠悠,笑声仿佛在很远很远的地方传来,向远方知景,又像梦中悠扬。 人在院中斜靠唐衣假妹,听着远方清脆的笑声,嘴角便不自觉地泛起了一目笑。 江湖渐远,那血色的喧嚣,刀光的呼啸,都随着孩童的笑声悠悠荡荡,随着远处的风筝直上云霄,再也看不分明。 秦升轻止,赵长河发现自己靠在椅子上,差点睡着了。 他有些迷糊地揉了揉眼,脑子一时还是空着的,全然放松的一时半会连思维都凝聚不起来。 唐婉庄看着他的模样,目光里竟有几分怜惜,你太累了,我看你往日里连睡觉都在想事, 至少昨夜是,赵长河,呃,昨晚还真是话说瞎子入梦那种交流,自己到底算睡没睡。 唐婉庄又道,不仅是日常休息,你的修行也确实崩得过紧,气血已经被你压榨到了极限。 日前在剑黄之灵下,你是否开启过煞气充盈入脑的状态? 至今沸腾不止,仍在侵蚀你的血肉,你平时却无知觉,长辞以往,就像年少之时过度透支身体,不到中年就废了。 赵长河抽抽嘴角,你这说的有点奇异,像某件事一样。 难道不一样? 唐婉庄平静地道,人的身躯,归根结底都是一回事,你现在需要顾本陪缘,别再盲目追求突破了。 赵长河略微内视了一下,果然可以感觉到血肉之中有煞气正在消退,之前潜伏肌肤筋骨,是怎么日渐蚕食的自己都完全感觉不到,但在这一曲之下,煞气全消,简直如同仙佳法。 唐婉庄看得出她的想法,叹了口气道,此非仙佳法,当然,琴曲本来也是一种武学,有特殊效果,只不过我建议你学的不是这方面。 赵长河点了点头,知道了。 心尽否? 是。 要学吗? 赵长河站起身来,诚心一礼,请唐姑娘指点。 唐姑娘,这就是你此前纠结了半天的称呼,最终交付的答案。 唐婉庄咀嚼了片刻,呼得一笑,你过来,我先传你基本的东西,每根琴弦的音,以及基础执法。 抱琴瞪大了眼睛,小,小姐。 唐婉庄瞪了她一眼,你那什么表情? 赵公子天纵之才,学别人道一见一只需看一看即可,弹琴无非也是手指协调之事,难道还需要手把手? 示范一二,她自然就会了。 抱琴,哦。 她小心地看着赵长河坐在唐婉庄身边,两人肩挨着肩的样子,心中按道我觉得不妥的是这样并肩而坐,看上去太亲密了,我的脑子还没转到手把手掰手指这种事上呢,小姐你这是自己纠结过吧。 其实,此时的赵长河紧挨唐婉庄而坐,身边清香席人,她却没有半点连衣。 刚才的琴曲太静心了,完全就是闲者状态,脑子里什么杂念都起不来,这时候只想学琴,她知道这对自己是真的非常非常有好处。 一路行来,满身的煞气,满手的血力,赵长河在很早以前就担心过自己将来会不会受此影响变成一个嗜血狂魔。 只不过以往出于对琴棋书画这些玩意的轻视,觉得没啥用,可今天发现真的有用。 能让那刀光剑影渐渐淡去,让那血色的疯狂如隔次元,眼前只剩江南之美,尽力得下。 这种世界,音乐本来就是一种武学,即使唐婉庄想让自己学的不是那个方面,齐力相通。 唐婉庄的御手正在眼前示范指法,看上去很简单,无非都是肢体动作,和他那种高难度的春水剑意相比那是真的简单。 也很美,赵长河是第一次知道,原来光看手,就能让人感觉到美丽是什么意义。 也很优雅,让赵长河不自禁地在脑部将来自己潇洒弹琴时的灵狐冲效果,再来一曲沧海一声笑,那可帅诈了。 看起来确实不难,我来试一下。 赵长河提出了申请。 唐婉庄颇为期许地让开身位,赵公子的悟性,婉庄是信得过的。 话音未落,赵长河僵尸般伸出两爪,蹦得抓断了琴弦。 唐婉庄 抱琴眼面蹲下身去,乌乌我昨天调试了三个时辰的弦,乌乌这就是小姐你口中的天纵奇才嘛,非要让一只狗熊秀的什么花呀。 PS,本书阅读背景上线了,挺好看的,在阅读背景里可以找到。